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甄小如 欢迎大家收看药材财经台 来到五件总结的环节 先跟大家跟进一下内地的情况 上证指数跌58点 报3935点 深证城指跌154点 报13419点 虎心300跌39点 报4038点 这些嘉宾请来我们的事务总监郭sir 郭狮子先生 郭sir 你好 你好 郭sir 和您看看内地的情况 市场消息说国企改革出炉准备 对于国企而言 希望改革能够释放一些经营活力 改善业绩的表现 对于民企来说 透过国企改革 亦预料会有更多的市场资源可以获得 这个改革对上市公司来说 整体都应该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这个星期来看 户子是否可以站稳在4000点上呢 第一件事就是 改革都不知会令到市场有些憧憬 事实上亦都成为资金炒作的对象 但任何改革 你都要看看 那个实际的环境是怎样的 如果去到实际环境的话 现在这一分钟 由于经济下限的势头比较明显 所以不是说等同一改革元 即刻会好的 只是说很多国企可能去永元 或者围络下来的管理 已经是过了时了 是真的需要稍微做个收定 比如这样几间国企大家各自经营的 但是业绩都是比较差的 例如将它整合或者管理方面的提升 但中间永元的情况又怎样去处理 这些亦都归纳在改革的范围之一 只能够说改革了之后 对集团的协同效应应该是有所改善 这个几乎可以是比较肯定的 但是是否真的可以立即赚到钱呢 你还要看看大环境大气候是怎样的 当然有个看法就是你的开资少了 你的协同效应提升的话 你自必不就可以提升集团的盈利 这点我没有意见 但是你说至于一些民间的企业 能不能够受惠呢 多多少少有些关系的都还可以受惠 但是大部分的情况我相信都不是太明朗的 尤其是经济下限的势头比较明显 内地有些营商的环境一旦是放慢 或者略为转差了 其实影响性是会比较大 在股票市场来说 如果你说某个板块进来一个改革的话 其实一定会引来一阵子的资金追捧 大家都一定会向好处那边想的 包括我刚才所说的协同效益 营民成本减少了 甚至乎会令到营商环境有所提升 变成资金入市之下 其实那个板块或者被改革的板块 可能会有一阵子的炒作 但是炒作过后 你还要看实际环境 到底是带来的效益有多大 改革初期一般来说都会有刺激 但是当改革完成了之后 如果在上升当中的炒风太过刺激的话 往后的技术调整也避免不了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南车和北车 在一个重组消息公布之后 两只股份都一直有炒作 曾经一度升的股价是以超过一倍两倍上升 好了 之后就正式落实了重组 出来是怎样呢 中车见过16.98元 之后夹杂了大市的回调 最低见过是7.9元多 换句话来说 由高台的下跌是超过50% 这是说中车复牌之后的计数 之前20元北车的时候 20元跌下来的我已经不说了 换句话来说 相关的一些重组消息入市 或多或少会带来一些刺激 尤其是在牛的形态当中 但是反过来 在现在这个市场这么淡静的环境 势头这么弱 而且50天线可能在未来8.9月天 会跌穿250天线之下 我相信投资器又会更加保守 在这一刻 宣布了重组也好 改革也好 就算有刺激 效益未必会太大 这真是好老实说 因为市场气氛是比较薄弱 而且入市的资金是保守 所以成交金额一路都只有600几700亿 大家都知道升市 你没有成交金额 你根本上是不可以支持得太久 以现在这一分钟来说 公布了某个板块是有些重组了 可能会有一阵子的热闹 但过后又恢复正常的淡静 所以我不觉得有太大的短期刺激 只是一般情况下 股价是会略作反应 略为做好一点点 这是见得到的 还要看看往后改革完成后 企业的盈利到底是怎样 实际的环境 是否可以漸漸有所改善 以我所知 现在经济的条件是有少少放慢的 而第三季能不能够保测 市场都有个问号 所以前景暂时是不明的 好 简单来说 就知道国企改革不是零丹妙弱 始终都要看回中国的经济数据 转看一看港股的情况 半天收了市 恒指最新报23795点 跌19点 国企报10944点 跌17点 大市成交362亿 港股的继续成交都比较淡静 成交都是三百多亿 半天来说 继续一日升一日跌 没什么方向 市场都普遍观望蓝筹的业绩 和人民币汇价的走势 是否都反映投资者的态度都比较审慎 如果恒指企稳24000点 又有没有阻力呢 事实上来说 整个市场是处于日浪帝日浪的形态 现在这一刻来说 就算企业的业绩公布 稍微有理想的话 最多就是有轻轻的反应 不可能或者不足以 构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上升 这是此其一 第二就是 成交金额持续萎缩 显示资金入市的态度是比较保守的 事业是整个大市 不单止在移动线方面的表现是疲弱 而且未来8月9月天 可能50天线也进一步跌穿250天线 这个显示了情况是会进一步转差的 8月份的市场当然是一个先高后低 高位是11日的24924点 低位暂时来说是昨天的23699点 今个月的波幅已经下限了1225点 在这麽低的成交之下 1225点的波幅 其实来说也不算特别少 或者正常来说应该可以捂捉到整个月的要求 但问题是今天才是8月18日 到月底如果我用深算计算 还有5、6、7、8、8个交易天 8个交易天是可以发生很多事情的 除非你的指数能够咬腰回上去 上波24924点 如果不是的话 基于10个牛皮9个淡 10个淡市9个跌的情况之下 指数进入下限或进入市低位的机会是相当大 到底我们暂时来说 我们看哪一个技术上的防守性支持 有一个拿来做参考 7月8日大家记得 当日的指数是最低跌到22836点 之后有个反弹 在收市那刻是抽升到23517点 好了 我们现在就拿到23517点 即是7月8日的收市指数 来做一个短期下限的一个技术上的防守据点 很可能会穿一穿都不顶 大家不要认为去到这个区间 一定是不会跌穿的 因为还要看当时的气氛和市场的沽压 到底是会收敛还是会放大 一般情况之下 在移动线走势出现50天跌穿250天线 其实都比较令人担心 这点大家要留意一下 现在这一分钟 最重要的是自己的防守能力和能耐是足不足够 如果不足够的话 尽早做风险管理 有时迫于无奈输小当赢也好 或者壮士断臂也好 这个似乎是最自保的方法 再看整个大市 其实7月8日的低位22,836点 是调整市的低位 亦是中期调整市的一只左脚 因为如果市出现一只脚而升 V型不会升 有条件是大成交 但市没有 即是反弹市 任何反弹市都会有几只脚出来 好像叮咚波投入桌子上 每一次第一次滴每次 滴至最后的板子 再乘的力量是越来越小的 情况和股市有什么分别 是没分别的 但问题是乒乓波不会跌到桌面之下 但股市不一定 会跌穿低位 所以完全要留意这一点 再说 刚才提到22,836点 如果是中期调整的左脚 右脚可能在23,500 还是23,300 或者23,200 是没有人会知道的 事后才知道 不过有一个情况跟大家谈 这种所谓的右脚 最好最好 或者千万要稳守在22,836点上 那就比较对 因为22,836是一个低位 再拿另一个低位 只要不低过22,836 连线上来 这就叫上升轨 当然不知平脚也不要紧 但如果跌穿了 当然不太好 这点大家要留意 时间差不多了 先和郭sir做新报 刚才提及的股份 或者相关指数的资产 郭尚会持有的? 是没有的 不过郭sir 我们回到更多的直播环节 我们待会见